捷克警方在21号表示 位于首都布拉格的捷克查理大学 在当天发生枪击事件 枪手开枪导致至少14人死亡 25人受伤 而枪手是事发学校的学生 已经确认死亡 捷克政府宣布在23号全国哀悼一天 这次的枪击也是捷克到现在为止 最为严重的大规模枪击案件 有媒体说这也是欧洲15年来 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 有网上片段显示 事发时嫌犯在大楼阳台连续开枪 另有画面显示 有几名学生蜷缩在房顶躲避袭击 布拉格警方称 这起严重大规模枪击事件 发生在查理大学哲学系大楼 警车和救护车在位于市中心的 事发大楼附近依次排开 警灯闪烁 阵阵警笔声小车夜空 救援人员用担架将伤员台上 救护车 现场人员排队有序疏散 枪手是24岁查理大学学生 目前已确认死亡 事发建筑和所在的 扬帕拉赫广场已经封锁 警方在疏散大楼所有人员后 展开爆炸物搜查工作 当局表示 枪手父亲被发现当天早前 死于布拉格以西的家乡或斯托温 警方认为是枪手所为 并计划自杀 但并未详细说明更多细节 当局称 嫌犯合法拥有枪支 且作案行为经过深思熟虑 没有迹象表明枪手拥有同果 枪击发生后 杰克总统帕维尔表示 他对事件感到震惊 并向遇难者亲属表示哀悼 杰克总理菲亚拉则 取消原定行程前往布拉格 他表示 这次的恐怖行径 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政府将尽力协助 受影响的人们渡过难关 杰克内政部长拉库尚指出 调查人员不认为案件 与任何国际恐怖主义有关联 并称这是杰克 从未经历过的可怕犯罪 枪支犯罪在杰克并不常见 杰克政府将召开紧急会议 就本次枪击事件展开讨论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